歡迎來到今天的八條帕好系第二帕的單元 我們要來介紹的就是我們的RB賽事精彩回顧 這一帕想必大家都等很久 在我們剛才經過稍微感性一點的訪談 感性又帶點亂性這樣子 好兩位趕快趕快進來 時間有限 我們上一part聊了一些我們跟RB 應該說RB的一些比賽的那個心情 這一part我們就來好好的看一下比賽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因為其實RB平常在練習的時候 也是不開直播了 因為其實堂堂應該有之前有在看 就是英雄聯盟的電競的比賽內容 或者有一些實況主的直播他們會看 那你應該也了解到說 就是電競選手他們在比賽前 其實是不太開直播的 因為其實這個是跟比賽內容是有關係的東西 他們可能要練一下 要私藏一些東西 對 要長招 這是人之常情 那可是在我們剛剛看過剛才的廣告之後 我覺得我們的電競選手跟那個 電競選手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的地方 就是還蠻有綜藝天分 還蠻有綜藝天分 就是剛才我們不是也有看到那個 RB跟桶石的那個精華 對啊 你不覺得 RB要是哪天那個電動打不動還可以去那個 搞笑一下 結果後來就要幫我以後想出路 沒有啊 你看 那個不管是HQ也好 還是那個以前的TPA也好 還是現在這一天也好 這些電競選手他們其實平常上節目 或者是他們平常在接受那種訪談節目的時候 少了點幽默感 就是他們比較木納 他們比較木納 他不像我們這一群那個 我沒有 我是震驚人士 我也知道那個 卡最誇張 卡最誇張 我有知道知識王是為他們兩個而設計的 你啊 對 知識王我真的很聰明 我幾乎每一次都差不多 你說跟笨蛋王差不多 你是說跟笨蛋王差不多 我現在來的解釋 觀眾的一定是血量 我看過一次見識過 真的齁 對 我記得你有去跟他們玩一次過 對啊 然後就看到那個 他跟桶石兩個是PK 今天是不是也有有啊 你今天有嗎 今天沒有 今天沒有 你讓我今天風光一下吧 好 我這邊很帥 錄完去 錄完去 就跟凡事一樣 我覺得被羞辱了 反超恐啊 你怎麼弄 可以啦 好 我這個 這個理由我可以接受 不是啊 欸 應該要讓統神電台 也是安排一點點 你的比賽精華 讓大家看一下 替你平反一下 對不對 要不然人家 有一些同粉是只看統神電台 他們就真的認為 他們就真的覺得他 對啊 他們就會認為說阿B就 就是個笨蛋啊 其實知名度真的很夠 我印象沒錯的話 那個統神電台都有講 你好像是三國哪一題 你好像填錯 填什麼司馬 反正我忘記你填什麼 你也很填才 然後阿B是有一題是 那個白日日三進 黃蝦要拿一個白居易 那半山水啊 李白嗎 李白啊不然是說 好 齊某 我跟你講 齊某我答對了好不好 我還知道是李白 是不是最會上溝的那一種 齊某我還知道是李白好不好 聽眾眾 我要跟你講 那個白日日日三進 那一題是我答的 是你答的 你答白居易 我答白居易 原來我們要主持 要來上BioPo系 這個節目就是要夠笨 只有你 從孔神電台信幫我們篩選 夠笨你可以來主持PoPo系這樣 算了我也好久沒贏了 我好難過 我好幾個禮拜沒贏 你沒贏才是正常的 我才連八戒姿勢 我不是跟你開玩笑 連長 但是我連對手都是他 你小姐不意外你知道嗎 後來對手變神 為什麼沒中 你說八戒的時候斷掉嗎 楊楊 那個師大 我記得他學歷蠻高的 師大 師大 北師大 這麼厲害 好啦那我們還是 不要模糊的主角焦點 今天主角 主角光環 光環 第一場 其實我們北美預選是 當天大概幾個人參賽 你知道嗎 快300 快300 這麼多 200多嘛對不對 快300 那其實蠻多的耶 不歸是美國的比賽 那所以呢 出破的時候 已經是64強 對 出破是64強 然後第一個遇到的對手 是那個 X Myers 其實他 其實不是X 是前面還有一個龍 這樣 前面還有一個龍 第二個還是 那個龍也算有名的玩家 可是有點忘記名字 我有點忘記名字 有點忘記名字 也是美國人 美國的 對美國的 那第二個 所以第64強才是遇到 X Myers 這樣子 第二場 對第二場 X Myers 上一次加拿大盃有進到8強的 Kami 第4名 對 還算不錯啦 不過很明顯的感覺 他就不太會打 Ulion這個角色 對 他不會打 然後再來 打完X Myers 第一個遇到的難關就是 32強是遇到 美元 就是美元 我記得X Myers 後遇一個就是美元 那其實蠻硬的 那也是因為這次紅牛 比較特別的是 雖然說是預選 就是一些讓一些 還沒有辦法進決賽資格的 玩家去參加這個比賽 就等於開一個 我們叫last chance 就是最後一次機會的 預選這樣子 那 可是因為主辦單位是紅牛 他希望更多的明星選手來參賽 就是 大部分的明星選手都已經有 有資格的情況下 還來打這個比賽 大部分都是受到紅牛的邀請 像美元就是一個 還有誰是這樣子的 TOKIDO TOKIDO也是這樣子的 很多選手 美國也是因為在美國 可能拿一個比賽打贏了 然後他們邀請 他們到這次西亞圖 去打當日率選 因為美國很大 他們可能不住在西亞圖 他們可能住很遠 他們會付機票跟住宿 請這個選手來打 像Chris G就是 對 沒有錯 Chris G就是其中那個 然後Chris G那時候 我就聽到 Chris G想搞什麼鬼 你請我來 我還是要跟這些人打當日率選 然後他就是不太開心這樣 真的嗎 對 他就覺得你請我來 我還是要跟這些人打 還是要打日率 對 我還是要從頭打他 就會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可是這個 我記得這個規則其實蠻早就看到了 因為其實紅牛是有做宣傳影片的 就是他有說 就是積分低於100分以下的人 可以去打他們那個 就是類似循環賽的東西 然後幫他出機票出數這樣 那Chris G是那個 那一個循環賽的冠軍 對 所以他才有這個機票出數可以拿 我相信他應該是知道啦 只是故意這樣講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那梅圓大舞這個玩家 當然就是日本最有名的 那個格鬥系的玩家 那他也是金氏世界紀錄的保持人 那我們來看一下 阿B跟他的對戰內容 你真的很會跳坡 其實 我覺得是經驗啦 但當然有時候 遇到梅圓這種經驗更豐富的 難免就是還是會跳失敗 有時候要賭啦 就是你不能不跳 你不能想要就是 還是要跳 你要跳 他才會控制發坡人 次數 你不跳他就一直發 你跳坡是看到坡才跳 還是覺得他要發人才跳 當然不可能 那個用看的 那個用看的跳有過率隨便 他跳那麼高 用屁股想知道 那個有點先堵了 無敵人的跳要 軌道是比較高 對跟你說 那跳龍的一定都是要先堵了 看到他跳才過到才奇怪 這個舊石頭的說法是 那個實際點不太好抓 就是你射完靈丸之後要按CA 還是說射靈丸 射靈丸 那個靈丸不好射 因為他在鏡子上面會一下上一下下 他就在那邊彈 對 這邊好像有失誤 這邊有失誤 這邊有失誤 這邊啊 這應該是要接頭腿 那邊是集氣失敗 欸這摔你有沒有 沒有 沒有人剛剛摔 摔慢人 因為我 他摔得掉嗎 摔掉問題是應該還是會中機子嗎 沒有人剛剛時間不夠摔 因為他是6-6過來的啊 因為我後期生他時間不夠了 因為我後期生他時間不夠了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打贏美遠的最後那個set 算是在第一個鏡子連段完之後 換邊然後做一個左右者嘛 應該說是做一個換邊打錯邊 做個換邊然後再用第二個鏡子去做傷害 算是 所以那 這是一個已經完全都是在預料之中的情況 對 那一開始我暈眩值都算好 我那個摔下去就是剛好會暈的 就是連暈眩值都算好了 暈眩值都算好了 那真的是 那如果直接打不會暈嗎 打的話不會暈 因為我已經打太多段了 所以最後那個要用摔才會暈是不是 最後用摔才會暈 哇 哇大家都知道了 以後沒得摔了 沒得摔 沒有啊那個地方其實也是一個打摔者 還是要摔啦 對還是要摔 最近彈的時候都是要踩的 對 那所以呢 在這一次跟沒人的比賽 算是打了一個破口出來 因為那個時候是在勝步 就32強就遇到這麼強勁的對手 然後以2比1打贏 2比1打贏 那算是也讓國外非常的驚艷 有在64強看到物理人這個角色 就已經是很 蠻稀有的一件事情了 因為這個角色第一個 他出的時間還不夠長 他是一個DLC角色 那再來就是他角色性能 角色性能還有操作的複雜度 都不算是友善的 都不算是友善的 這個你在接受國外媒體訪問的時候 應該也有提到這個部分 我覺得至少是太難用了 先不要說多強多 就是光操控能力我覺得太難了 操控的上手度非常複雜 他會有一些就是按長跟按短 會有差距的東西 光是機器就是會比指令的會再難一點 然後他有一些東西要按住 機器的按住 對 這樣子是不是你在比賽的時候 其實那個風險就很大 因為你要是一個沒有按好就 就是你必須要很清楚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 因為很容易失誤 就是要先想好 因為這角色很容易失誤 那當然練習成 練習的練度也是一個要點 就是你要練到說 這些東西是你想怎麼用就怎麼用 對沒有錯 尤其是機器部分 你要去練一些比較難的就是 站攻擊去做下上 這種東西之類的 對下上 因為你一個槍就飛上去 對 你一個槍就飛上去 所以這個真的是蠻重要的 好 那兩位有在直播的時候看到這場比賽 哪一場 哪一場 有啊 有啊 我兩天都是看到完 兩天都看到完 對啊 你很在乎那個紫巾之戰 所以你先把這場 然後我們就摸什麼 摸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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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力回合距離喔 摸好了 那 下一個對決其實也蠻關鍵的 就是 在16強遇到的是 沒有 沒元的下一個就是蹦獎 對就蹦獎 對不對 好像沒元應該是 8吧 我覺得8好像還是沒元 8強還是沒元 是喔 對對對 打贏沒元進8強 打贏沒元進8強 所以他16 對 然後打崩獎 那打崩獎這個 對戰內容其實也蠻驚險的 因為剛好到8強是搶3了 對剛好搶3了 到8強是搶3了 所以先以0比2落後的情況下 倒打3場 也算是一個讓2的追3 也算是相當 其實有一度蠻 我覺得蠻擔心的 就很驚險 就會覺得 崩獎前面的壓制其實是很 壓力是很大的 壓力是很大的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場影片 這個好像是敗布了 喔這個是Rusus Final 對 這個是敗布總冠軍賽 喔這第二次遇到了 為什麼會有同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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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這個對決非常難打 我就是覺得內拳很有力 只要他在知道有一點一些東西 那應該是很難打的 不會再 像他剛剛用 變過去那個 那個追 你只能清晰他知道擋就好了 而且我後來回去看重播 我才發現 我在勝負跟他打到的時候 我被2比0的時候 其實他還先亮一個燈 對啊他還先亮燈 差一點 失誤 送錢啦 失誤就是要死了 哇這邊是reset 因為他前面也是站著檔 擋出一個中段 這邊是失誤齁 不然那個鏡子為什麼要留在這邊 應該會再多彈一下 稍打一下 沒有太大影響 跟我做的set沒有太大影響 你說那個鏡子最後下沒打到 對 我最後一定也是要 因為我沒有氣條 我一定是要打上去去撞 對 沒有氣條 沒有氣條 因為我在跟石頭做講評的時候 有提到就是 遇到崩獎的時候 其實石頭是滿擔心的 因為他如果這個對決 對物理人來講 真的是非常難打 很難打 很難打嗎 不好打 可是這邊很明顯 我們大家有比較明顯看到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 因為Nash的V-reversal 是很容易離開腳 那在這方面對策 我們看到你是用挖挖拳去追 對 就是用挖挖拳去牽制住他 他跑出之後 他如果想要厚厚 他就會被我黏住 就是至少他跑出去 雖然跑出去 但是至少我要保持跟他一個距離 我要貼住他 不能讓他有太大的空間去發氣功這樣子 所以重點在於說距離不能被拉遠 一定不能被拉遠 因為一拉遠你就非常痛苦 因為你也不可以跟他射氣功 你射不出去的 這是我個人一點點見解 那是不是剛好跟崩獎他的風格 其實跟Infiltration是完全不一樣的 Nash 就是他比較喜歡進攻 沒錯 其實我覺得崩獎 他大概也知道 就是要用氣功去決勝 但是因為其實我覺得我打Nash 我對應這種角色 其實我比較有一些自己的經驗 我知道他怎麼打這個角色 就是什麼時候該前跳 什麼時候又原地跳 我覺得這非常重要 尤其是打氣功非常強私人的角色 有時候你要試著往前走 去花一點血去打那個氣功 然後去壓縮他的空間 不是說每次都要原地跳 我一次往前跳 有時候必須要 勢必要用一點血去換你 往前走的空間這樣子 原來是這樣 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不利對決 為什麼不利呢 就是打Nash這個角色 因為基本上 他對氣功太強的角色都不好打 因為他跳太高了 可是你不跳你又只能用一直擋 這樣就變得非常辛苦 就是你要花血 花時間去換空間 那用靈丸跟他對射 不能射他會吸你的氣功 對喔 他有VSkill可以吸 然後又幫他加V gauge對不對 那真的 其實這個真的是比較麻煩你 那今天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斗內系統沒有聲音 所以有兩個 都是給金鴻東的 哇金鴻東 兩個都是50塊 我們的廟口雙刀王贊助兩次50塊 然後又看不到他寫什麼對不對 留言看不到 這邊跟大家說真的不好意思 我忘了跟大家提醒 今天斗內是不是沒有弄好 喔算剪刀 你知道為什麼嗎 應該都是罵我的 一聽到是廟口雙刀王就知道了 不會啦 好謝謝雙刀王 謝謝你對我們節目的支持 謝謝 來 所以在打贏榜獎之後 接下來就是遇到投幣斗了 我就連打上日本了 對啊 就是一上去就一直打日本 而且我看小組的時候 明明榜獎跟美元靠很近 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出小組他們就分開了 出小組就是會交錯啊 就是會這樣子 我不知道 會交錯 因為他不是A打B 他是A打H 然後B打... 沒有H啊 他破了兩個就A跟B而已 喔WAVEA跟WAVEB 對就是WAVEA跟WAVEB而已 沒人跟夢想說看很近 就差一小組而已 喔是這樣 OKOKOK 好 那接下來遇到的就是 這一次算是 大家最討厭的就是來亂的 被紅牛邀請來的TOKIDO 我們來看一下影片 好這個是總冠軍賽了 喔我的中斷中 喔換邊 喔這個中很關鍵 好厲害喔 老外在那邊 嗚 嗚 嗚 麥克羅斯的聲音 很多聲音都很像WAVEA 但有一個WAVEA不能聽得出來 就是LEED ZZ在... 在那邊鬼叫了 最吵的是他 GOOTAG有沒有在啊那天 GOOTAG沒有在 因為那時候 我有... 一開始我要去之前 我就問他的時候你會不會去 對對對 因為我跟他還不錯 因為他有玩Ulien的 對啊他也用Ulien的 他就說他要工作沒有辦法來 OK 喔相信他看到一定也很開心 他事後有傳... Twitter有傳個訊息 就是恭喜你這樣 好前摔正起來 換邊 哦 這邊這個有在提防說他用 拳門腳跑掉 他一定會想要跑的 哇 這個虛密 我這邊比較疑惑的是 為什麼你... 對方暈眩之後 你不用跳路攻擊做開起司 那個比較痛 哦真的啊 中腳按住比較痛 哦 哇 痛一點點 動一點點 OK 他說抖500塊有JD可以看嗎 他說抖500塊美金 我們今天能不能跳JD 不然那台幣吧 美金是有點誇張啦 不跳不跳不跳 好好累喔 上次才幫我超時 哇這個打前打後看不出來耶 是不是因為Ulien也是因為他身材比較高大的 所以如果對方跳得很好 你會更... 更難拆前後 其他角色會更難看 對 這個對決應該也是Ulien不好打 我覺得很不好打 我剛剛說過就是他打波動拳 飛行道具太強角色都不好打 嗯 好這邊拚個戰車中撞 為什麼會這樣 呂誰就要中斷啊 這邊做到金董魚 我只是想說 我最喜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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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在跟他們打的時候 中距離 其實我覺得 發氣功的部分 我覺得該發 我會發 我就是那時候 覺得我完全不能怕 雖然我氣功 當然沒有龍那麼強 但我覺得一定要發 還是要發一下 對對對 畢竟他不像那時 可以把氣功直接吸掉 所以我覺得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發的 他這裡打超好的 這邊這一套 他那時候用旋風腳 真的是太厲害了 旋風腳打摔 打最後一下 我用一次其實 基本上都會打到不錯效果 那你不能一直連用 當然不能一直用 其實那時候你打TOKIDO 總冠軍賽 你應該心裡 應該就覺得算了吧 反正有門票了 也不能講說算 是會比較放輕鬆一點 但是你還是會覺得 還是覺得一千跟兩千會有差 當然你還是覺得 能打贏TOKIDO是最好的 OK 打贏鳳獎那時候 是會比較輕鬆一點 對不對 但TOKIDO 事後也有 表示說 因為他 我打太多場 他看太多了 對 他有在 他自己也有接受訪問 他說 他在你跟鳳獎打的時候 他看得蠻多 看太多 也是因為 他有說感謝鳳獎 鳳獎跟我打了兩次 對 他都在台下看 這個是 這個冠亞軍是 美金一千塊的差別 亞軍一千喔 然後冠軍兩千 其實我就覺得主要 主因證還是對孔 對孔 對 這個等一下 我們可以跟 這個我們可以跟RB 稍微討論一下 我把血腥的卡普通比較快 這個凹等得真好 最後當天的當日預選是由TOKIDO拿下冠軍 RB在那次的預選裡面遇到TOKIDO兩次都不幸落敗 距離你上一次跟TOKIDO對陣是什麼時候 先不論哪一代還有沒有印象 還有沒有印象 不管是正式比賽還是夜台 超過一年了吧 比賽的話是韓國那一次吧 四代 四代又可能是韓國 已經不是在五代的事情了 五代沒有跟他遇到過 所以算是五代第一次跟TOKIDO對決這樣 因為大家也都知道RB的偶像其實是TOKIDO 在訪問的時候RB有提到能夠跟TOKIDO交手 算是還蠻榮幸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算是莫達榮幸 因為很多人可能你還沒遇到TOKIDO你就下去了 對 真的 除非你剛好跟他有同一組 或者是他隔壁 也是有可能 那這一個對決我們基本上來問一下RB 就是輸給了TOKIDO之後 因為其實輸兩次嘛 第一次輸了之後就馬上調整自己說 接下來要打風將要怎麼打 其實我那時候沒有想太多 輸了我就想說輸就輸了 如果有機會待會再打回來 那時候當然也是想說 也沒有什麼想說特別的調整還是什麼 就是那時候他就 因為你是接著打了 對 你其實沒有什麼思考時間 因為TOKIDO一贏我他就下來嘛 就換碰槍上來 對 而且那時候我提到說我很喜歡TOKIDO的玩家 那時候他就是打完跟我握手的時候 他還跟我講一句話 我聽到我就也是覺得很開心 I love you too 你講不用too好不好 講沒有too 他不是他要先講的 他不是要跟他 我不會跟他講這種奇怪話 激情四壽 他用日文跟我說 下一場比賽也請加油這樣 他就是很有風度 即使下一個 雖然是客套話 雖然對手是日本人 而且下一場就是他 可能就是碰槍也是日本人 但他還是會跟你說 就是接下來比賽請繼續加油這樣子 對 我滿難得看到TOKIDO有時候 比賽會 就是結束之後跟選手講話 還滿少見的 對 還滿少見的 通常他就是握完手跟你笑一下 他就下去 對 他有特別跟你講一下 我覺得算是不錯的 表示說你的無力人的表現 有讓他驚豔一下 有讓他驚豔一下 應該是本身就稍微認識這樣 對 硬不硬 我不知道 但有一個問題 我跟立委都在問 然後聊天室剛剛有在問 為什麼你都沒有鮑翼啊 那個時候 其實我本來就沒有特別喜歡 他鮑翼的樣子 知道留在冠軍站有人鮑翼嗎 也沒有啦 我覺得鮑翼就只是一個 真的是一個噱頭 而且我覺得 穿西裝比較帥 我也是覺得穿西裝比較帥 我也是覺得穿西裝比較帥 而且我覺得鮑翼輸了 其實還滿丟臉的 就跟鮑翼脫衣服 然後輸掉的感覺一樣 對 而且我本來就沒有很喜歡鮑翼 我覺得他穿西裝很好看 因為以前你想要穿 沒得穿 真的 對啊 以前就只有兩條鋪這樣子 繞起來 一條鋪就這樣繞起來 就是他選那個角色 有一個特殊指令 可以把它一撥掉 對啊 這剩內褲嗎 對 這就是內褲籃 好 那 這一次的預賽內容 只輸給TOKITO是覺得 自己還有哪裡可以加強的部分 不過我們現在回過頭來好了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 烏利人的對空這一塊 對 其實主播賽評也有 應該說國外的主播賽評也有提到這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 我自己跟石頭在講的時候 石頭就說真的是不行 就是我們看到 平常看到有時候烏利人會用那個舉的 還有那個抬腳的 這兩個可以打空中的 可是看到你在比賽幾乎是沒有在用 為什麼 其實打一些對空比較沒有這麼強勢的角色 還是可以去試著做對空 但是因為我還是比較把主要的東西 Focus在地面上 對 所以有時候對方跳起來我會沒有辦法 但是我是會用錢錢去代替對空 對 這個我們在看比賽的時候 有時候也會發出 因為烏利人錢錢還發生還蠻快的 很容易就是換位 就會至少會躲過 對 那對空的部分其實會比較 相對會比較有風險 因為指令的關係 還有發聲速度的關係 都是對他很不友善的 是是是 所以 後來在國外接個訪問的時候 是不是也有問到這一塊 然後我記得你那個時候好像回答說 你還在找 比較穩定的對空的方法 我說我沒有辦法 就是訪問的 或者是我比完賽下去 觀眾問我說 為什麼你不對空 我說我真的沒有辦法 也會有觀眾 他說他是玩Yulian 他說為什麼你都不對空 我說OKOK 好 雙大王抖內500塊 謝謝 基隆東 請就位 音樂 音樂 沒有音樂 BGM來 BGM來 導播 你可以這樣畫五分鐘也是很厲害 什麼 我說你可以這樣畫五分鐘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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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怎麼跳 什麼音樂 那不夠國標舞的音樂 哈哈哈哈 你神經病 等一下為什麼快打了BGM啊 原本就要給他用什麼BGM 蛤 那個基隆東的 呃 你說Donate嗎 對啊 Donate BGM是什麼東西 可以說中文嗎 BGM啊 BGM是這個 等一下其實我們會有DAT的差段 所以 我們等一下 真的有嗎 等一下 有嗎 給我RedFood 我要RedFood 欸有欸有欸 真的假的 今天有要跳欸 哎呀我今天腳斷了 不行啦 2017嗎 有RedFood嗎 我看一下 試試看 有RedFood 你現在給我音樂 RedFood是嗎 一首歌對不對 你這個 喔應該就是等一下 快打觀眾挑戰 如果輸了的話 他們要去跳 對對對 外國人啊 一個外國電影 電影 算電影嗎 算是一個歌手吧 我蠻喜歡的歌手 蛤 我蠻喜歡的一個歌手 我蠻喜歡的一個歌手 好 所以呢 接下來就是到了 第二天的決賽了 美美的決賽 那我們先來看 因為時間關心我們 只截取了兩部影片 分別是EG的兩位選手 一個是Ricky Ortiz 然後一個是Justin Wong 這兩位 那 其實出去 就是以 總指第16位 遇到總指第一位的情況 遇到的就是Justin Wong了 那個就是在比完賽之後 到隔天其實你應該是有稍微想一下 要怎麼打卡林 其實沒有 沒有去想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我就內容他跟我打起來 反而是他好像有想什麼東西 有啦 他那天就是 遇選一結束 他在推特想說他要對你做功課了 對而且他那天剛好遇選在現場 他也有看到我打一些玩家的東西 對 但我比較沒有特別去 反而你沒有特別去對他 因為我想說就是正常打得好 對 OK 而且我那時候也沒有什麼主機 卻可以去做測試之類的 對 受限於環境 對 我也是覺得說不要想太多 就正常打得好 因為你在國內應該跟卡林對戰 次數也不算少 其實不多耶 也不多嗎 其實我打了打不過 因為我上網本來就沒有很常上網打 對啦也是 對對對 好那我們就先來看一下 對上那個 另外一位EG職業選手 RUKI有體質的影片 欸沒音樂啊 不是音樂那個聲音 他沒有打算改名嗎 還是RUKI是男女通通的名字 我覺得他RUKI有改最後的字啊 所以原本好像是RUKI改成I 對啊 喔這邊 0彎沒有中 那個0彎是不是不能馬上走 要稍微等一下 腳握的話要稍微等一下 嗯 這是奧吧 好不然耶 看到清角在放是不是 他鋪個函耶 2A不確認王 好音樂比較慢 音樂比較慢 你還先撞到王九首 太多了 上次跳了五六首還他了 然後那個多力氣 跳完都快往生了 跳完都快往生了 好這邊超危險 哇 哇蓋到中段 還好是春麗 你還是很痛 你還是很痛你自己看那個血 沒防喔 那是set做我兩個 他都想到我才覺得習慣 真的 我也這麼想 我剛剛一定 換到RB之後就死定了 換面進去 他一定要做set 一定會動的 對啊 對啊 不過他如果其實是用輕攻擊壓起身的話 就不會被投水打到了 可能是按兩次 或者是按重攻擊之類的 如果沒有吧 他那個set沒辦法按輕攻擊吧 對啊 他那個set是做不了輕攻擊 他那個set好像只能做中攻擊的 中攻擊的 對啊 所以他就是如果是按輕攻擊壓的話 他可以慢一點按啊 他就是體感的啊 玩穿那個體的屁感喔 對啊 那就是他自己的選錯 喔 這邊怎麼會變在中間 他中拳 他中拳是 前中拳是特殊技 不是啊 我說你原本是用中拳而已啊 對啊 我們有看到打春麗有一個重點 就是 有一個躲 低空百列的東西 的一個拳角 下中拳 下中拳嘛對不對 所以那個是 有計算好的 可以躲 那是一個對策 但是 他不能按太快 因為他的 攻擊判定不是向上 不是說只要春麗 你看他一離開地面 低空百列就會把他打下來 對 你要必須等他 開始降落的時候才能按 你如果按太快的話 就是你會躲不過去 然後就被他又吃了一套 然後等他開始降落 他上去然後 開始的時候 按下去 要下來的時候 其實你剛剛講的那個什麼 這兩次 什麼鬼 百列條 你說中文八鬼 就可以換邊 對不對 所以換邊 他剛好會空 所以會一小段印子給你抓 對對沒有錯 那這個 這個也是經過了大量練習去抓的東西 其實那時候在新加坡 我在對上香港順利也有試著做 但是因為那時候 我沒有什麼練習時間太 就實戰今天太少 所以有去做 但是都是做不好 做失敗 就有可能時間點沒抓好 對 做失敗 然後之後回去又再練習一段 這一次我感覺就是打Ricky的時候 有比較成功 機率也比較高了這樣子 當然這個打春莉 這春莉還是被大家認為說 目前比較強勢的角色 對 當然打起來也是格外的辛苦 不過在面對到其實春莉的傷害比較沒有那麼高的情況下 是不是機會會比較多一點 其實我覺得沒有 因為我從來都不覺得春莉的傷害低 也不算低對不對 從來都沒有 對 而且他抱V之後基本上也是太流氓了 對 這倒是 對 基本上我覺得還是就是難打 而且他跳攻擊也是硬 因為他跳HK 都不跳 但他真的要跳 他跳攻擊也是很硬 也是很硬 對 對 然後就像尤里恩對方那麼糟的角色 他基本上他要跳 我也是只能看他跳 只能眼真正看著他跳 就看他跳 只是一般春莉不喜歡跳 因為他地面就夠強了 氣功也強 這樣子 跳路反而有風險我覺得 那再來第二個就是 我們要看到Justin Wong的影片 我們看一下 可是我是真的覺得Docore打得很好了 Docore真的打太好了 防守真的很好 這邊 第一個禁止是不是有點失誤 就是沒有放在他後面 其實沒有失誤 沒有那個沒有失誤 只是對手沒有瘦身才有set 有瘦身就是擋完了 他看得出來就是真的有去做一些準備 蠻多準備 有做一些研究 對 那個如果是第一次不可能就是做出這種東西來的 他用前跳來閃過之後的折 對 其實那時候只是猜錯 如果我打下段 他基本上也是一樣會死的 對 應該他跳不起來猜錯 就是他猜對了而已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OK 那個其實有點無解 那個情況就是二折他猜對 OK 對 然後是用不如競然被你踢掉 剛剛那個情況其實血量不能再被壓低 對 壓低他一定會用斜血膜死我 對 1X的那個衝撞被擋住是負二 正負零 把我擋住耶 正負零啊 應該負二吧 正負零 正負零嗎 正負零啦 Viva被抓掉 我相信你真的做功課 你真的看中這次的比賽 說明現在比我還瞭解有理安 結果反正都說 沒有反正都說只是MM也沒說要開誰就要開BIRDY 我拿開古代了 你看古代問題是你古代牧場用的 他不會用 這會有差耶 這邊又拆錯了 偷跳 偷跳其實大家說要可以解釋其實沒有 只是因為我 你壓到持續應該是跳不起來才對啊 我拆錯了所以你後跳跑走 我如果點下段基本上 耳後跳也是沒有辦法的 這邊這一套 這邊其實有點擠 他自己失誤啦 他自己按 喔對有提到重點了 物理人沒有3F拳腳 後面很厲害 嗯他真的很厲害 我這影片看了大概20次吧 你真的很厲害 我跟你講之前我還有跟一個 你知道香港有一個叫Cody的嗎 Cody的嗎 他如果跟他聊這個五代的事情 說這角色也真的很廢 我說怎麼說 因為我說我也知道很廢 我是覺得就蠻爛的啦 但也沒辦法 因為有很多拳腳 打到都是只有加1而已 其實是很爛的 因為加1然後你又沒有3F拳腳 那等於是 打到還加1 別人用3F的狂按就好了 玩個屁喔 對你說到重點了 都是加1我知道 我也是知道那個 很多人都知道 所以你面對到 對方是有3F拳腳的角色 他跟你搶的話 就是搶碰啊 最多的好情況就是搶碰而已 就是相殺啊 就相殺而已啊 你還沒有辦法打Counter 我覺得這蠻傷的 很傷喔 哇傷白癡的 打到還加1 這邊好像不敢動 這邊基本上還是要硬拆的 這邊就是一個打摔者而已嘛 對不對 最後 你應該是要摔Justin Wong 然後他數點 應該是的 就是被點了 其實這樣這個畫面 這也不算失誤 常看到啊 你要講就是我自己沒有壓好 就是這樣子 那邊壓好的話 即便他數點 你是不是摔也摔得到 摔得到 當然啊 喔 可以嘛對不對 但基本上我覺得應該有更好的選擇 所以就是我可以再回去再 再多研究一下 對 基本上一定有很多可以加強改進的地方 我覺得烏利人這個角色其實是high 就是我們這兩天看完RB的比賽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角色就是如果像RB這樣子玩的話 那比賽會很精彩 因為烏利人就是一個前半段在沒有V-Gage之前要有點忍辱偷身的角色 就是要忍耐要忍耐一直忍一直忍然後方方方方 然後盡量不要在V-Gage有之前被打掉太多血量 這個也是RB在之前就有提到過的就是他目前的對策就是這樣子 在V-Gage出來之前不要被打掉太多血量 然後可以製造一些傷害給對手 然後等到V-Gage有的 很重要就是他 玩他真的防守要很好 真的 因為你不能一直想要 你不能一直反擊 你反完沒有氣 鏡子放不出來 你沒有辦法用V-反掙脫 對 所以說你的抗壓性很高 基本上尤其是在你落後的時候 你更不能V-反 因為你看 我就是如果這次回放沒有放到 這次重播沒有放到那個 崩獎前面那一場 其實崩獎好幾次是都把你逼到角落 一下子就把你帶角落 對 一下子就把你帶角落 那基本上守不住死了 我就想說死就死了 我記得我看到一場就是 一開場沒多有第一個燈吧 一開沒多久大概不到10秒就進角落 對不到10秒就這樣 然後他就壓著我打 然後我就猜錯幾次 暈了 然後我那個鏡子V-Gage我也沒犯 我就死了 有時候我就覺得算了 就死了就算了 好啦 那如果大家還要看更多RB的賽事精華的話 可以到我的YouTube頻道去看 我有把中文轉播的所有RB的比賽 都剪成精華下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剪這個精華其實不難 就是把片段片段這樣剪下來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 所以呢 接下來我們要這個要跑嗎 那個 就時間不夠了 時間也不夠了 時間也不夠了是不是 你看他安排 安排是什麼 你看他第二怕 第二怕 不過時間不夠了 時間不夠了 原本是要排他們兩個打 對 那既然都有另外一個排 不可以他們兩個現在不可以打 不可以打 主頭說話 不可以打 這個打下去會影響賠力 而且我現在已經慢慢發現 我現在對所有RB的都了 要打要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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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金龍東你會抖囉 我對測20分變到80分了 那不行我真的還是不相信他 因為他每次都自信滿滿 哈哈哈哈哈哈 你是說追啊 打誰都把自己滿滿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要休息我們的十分鐘 我們休息十分鐘回來 唉 我們終於要開打了 不過呢 因為我們這一次 今天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日子 有一個光棍節特別企劃 我們休息十分鐘 房告之後馬上回來